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WARFRIEND定點的守護者 我們的新一代顯卡破壞器天頂之星 好 那麼首先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個天頂之星會叫做定點的這個守護者喔 那麼我們首先現在看一下他這個特殊攻擊特殊效果有什麼吧 那麼首先就是我們天頂之星啊 他有一個特殊攻擊啊 就是當他進行重擊的時候 他會丟出他的這一個飛盤 那這個飛盤的話丟出去的話他就會 他會留在原地然後在那邊對怪造成一個AOE範圍的傷害這樣子 那麼我們只要連擊數越高呢 他這個飛盤的持續時間就越久啊 那飛盤到持續時間結束之後 他就會飛回我們的這個巨箭上 那麼我們如果丟出去飛盤之後呢 我們再去使用一次我們的重擊的話 那麼飛盤則是會馬上爆炸馬上被收回來 好 那麼接下來講完這一個 我們天頂之星的特殊功能的話 那接下來就來講一下這個基礎面板吧 那基礎面板的話大概是到這個樣子啦 那麼首先是他這個攻擊速度啊 0.833啊其實沒有到特別的高哦 那算是蠻慢的 那再來是他這個範圍2.6 其實也沒有到特別高啊 那算是還蠻不錯的啦 基本上已經比一般的武器還要來得多 一點點這樣子 那麼再來是這個擴散傷害地減倍率0.6 這個東西的話沒辦法改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武器種類長怎樣 那他就是怎樣 再來是他這個暴擊機率10%其實有一點點少啦 那沒意外的話我們如果沒有多的卡位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捨棄暴擊機率了 那麼再來是這個暴擊傷害倍率 2倍其實也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數值啦 畢竟平常的武器就是都2倍嘛 那麼再來是這個狀態觸發30% 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數值 那基本上的話我們的這把武器的話 沒意外的話就會走這個存觸發的這個路線啦 那麼這把武器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會自帶一個火焰屬性的這個狀態喔 那麼他少了這個穿刺屬性就是了 那麼基本上我們在做一些配置上的話 我們就都會需要去顧慮到火焰屬性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的話就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一套配置 今天這個天理之星的配置是什麼樣玩吧 那這邊今天推薦給大家的配置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配置的話其實有一點像是顯卡不壞器啊 然後也是一樣這個定點守護者的類型啦 那麼如果真的要打傷害的話可以考慮去試這一套配卡喔 那這套配卡的話基本上 說真的個人覺得傷害也沒有到特別的痛 所以說我後來還是決定就乾脆就介紹這一套配卡就好了 那這套配卡的話 如果想要打傷害的人可以考慮超來玩看看 那這邊基本上啦 這一個就是很普通的就是架式隨便你選嘛 然後接下來這裡就是一個打一個病毒火的屬性這樣子 然後創才觸發然後再加上劍鋒攻速 然後對這家翼狂狂差不多就這樣子而已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說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我們今天的主角啦 今天主角的話架式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啊我個人會推薦大家選擇我們的胡刃回天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個架式 他這個攻擊範圍比較廣啊 那我們在進行這一個上觸發的這個情況下 也會比較好上這樣子 那麼什麼叫上觸發呢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今天的這一個流派 他的這個核心東西是我們的近戰如懶 那這個近戰如懶的話他有什麼特殊的效果呢 就是說我們只要觸發電阻性的話 他就有機率可以開啟這個副能 那開啟這個副能的話他就會把附近的怪 只要受到這個元素異常狀態都傳遞給附近20公尺 欸我這邊環球沒有滿等只有18公尺 18公尺的怪在身上這樣子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攻擊範圍啊攻擊角度越廣啊 我們命中的目標數越多啊 那我們就更容易觸發電 那我們就更容易開啟這個近戰如懶 那麼我們只要這個開啟之後 我們碰到越多怪的話 我們的這個狀態觸發也更容易觸發到更多怪 那麼他們彼此之間的這個傳遞元素也會更容易更快這樣子 好 那麼基本上呢 欸這個近戰如懶啊 就是也是欸我們的這個主要輸出的一個方式之一 那所以說這邊的話 我們是配一個爆炸電的效果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一把武器他自帶火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火屬性的MOD給用掉就死了 那這邊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就是放上我們的這個爆裂刀刃跟赤骨盤裝 就是一個火跟冰的元素來把它就是 啊火焰屬性給蓋掉 那麼同時呢這個爆炸效果也可以給我們有一個小控場的效果這樣子 那麼在這邊的話在放我們電擊觸點就是去拉高他這個電戰比 然後還有就是啊給他電元素 那麼基本上爆炸電的話 我們只要這個圓盤丟出去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對一個定點有一個非常良好的控場狀態啊 怪基本上都進不來啊 除了卓越者這個有操控防護的怪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裡的話會建議大家放上一個異礦超量 主要是讓我們提供一些一些的傷害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把武器他這個狀態觸發 其實算是蠻高的啦 那我們又在一個定點AOE的情況下 我們的這個怪事上都是滿滿的觸發 那我們雖然說是有這個兩種元素啊 不過兩種元素的話 160%其實也比我們壓迫點P的加成還要來的 就是啊差不多 那我們在這個擊打的時候 因為再多這個衝擊切割 其實就已經會比這個壓迫點P的收益還要來的高了 那麼在這邊的話 這是一個定點守護的配置啊 所以這邊會建議大家放上這個範圍哦 放這個劍鋒P跟黃鴨刀刃 還有我們的這個機遇深遠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把我們的這個範圍給拉好拉慢哦 讓我們的這個投射物的飛盤 他的這個範圍哦就會越來越大 那這裡的話還放上一張狂暴P 狂暴P啊就是去增加我們的攻擊速度 讓我們手感更好 好那麼基本上他的配置大概就長這樣 那接下來就要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定點的守護者 顯卡破壞器哦 好 那麼這邊呢 欸在看之前呢 請大家可以先稍微的注意一下 浣熊的左下角 那浣熊的左下角是什麼 有這個 FPS的地方 那正常平常現在這個時候呢 浣熊在行走啊還在幹嘛 他這個FPS都還算是蠻良好的嘛 100多到200都有啊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來開啟顯卡破壞的動作了 那顯卡破壞的動作要怎麼開呢 欸基本上我們就是 先去打怪 然後打一打 有Tenno Kai出去之後 我們丟出我們的飛盤就好了 對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打給大家看囉 好 那觸發這個Tenno Kai的飛盤 我們就丟出去 然後大家看到 這個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範圍 然後這個 除了這個 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範圍之外呢 大家會發現到 欸這個FPS好像怎麼瞬間掉到40幾的 幾的這個效果 欸他雖然看起來沒有到特別的 呃 特效沒有到特別的多 可是他卻非常的 卡就是了 那主要大家可以看這個爆炸 每次啊 他只要觸發 他就會來回傳遞一次啊 然後這個電子武器 他也會再來回傳遞一次 那麼大家看到 欸其實在面對這一個 呃 有護甲的怪啊 他可能就是傷害比較少啊 沒什麼傷害啊 那麼 欸他怎麼又自動中擊一次 我沒有按 然後在面對這一個 呃 沒護甲的怪啊 像這個空虛驚擾啊 他這個傷害就非常的痛哦 那基本上就是 欸這個武器說真的啦 他其實拿來打這個 埃族圖啊 空虛驚擾的話 他其實效果也還算是蠻好的就是啊 那麼如果在一般的圖啊 可能是你要打這個 移動防禦啊 還是怎樣的話 那麼可能 他效果就不是這麼的好 那這樣的話 我還想就 放20隻多多重點擊槍兵吧 可以燒險卡 燒的比較久 比較爽一點 好 那大家看到 欸其實只要一靠近的話 我的這個就開始卡了 那怪聲他的電屬性呢 也瘋狂的加速的在疊哦 一次都有一百多哦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每一次都是一整個範圍的攻擊 那麼我們每次命中都是20隻怪 那麼他那經過近戰乳覽的關係 他們互相傳遞的話 那麼他的電就更痛哦 那麼在這一個 非常的多電的情況下 非常多次命中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又再進去砍 會發生什麼事呢 欸對 不要懷疑 他的電會更多 會更卡 大家可以看到 我效果的FPS 他呢 欸 進去砍之前 他有可能40幾啊 那麼我在進去砍的時候 他有時候還會跳到30幾就是了 那沒辦法 因為 欸這個電 大家看到他有 瞬間跳到180幾這個情況哦 那麼 今天上來講 如果我們搭配上了 什麼 奇怪的技能啊 呃 又再次把這個電 或者說我們這一個武器 搭配上我們的電妹之類的 那這個 欸我們甚至連疊都不用疊了 他就特別的爽 哈哈哈 直接在裡面 這個 滿滿的電 都是200多層這樣子 200多層起跳這樣 100 100多層起跳啊 然後我們在裡面砍的時候 就200多層了 哈哈哈 有夠嗨的 不過說真的啦 這個傷害倒是沒有什麼傷害就是了啦 除非他是沒有護甲就是了 可能你今天搭配 母犀牛 之類的 或者說自己有帶這個掠奪技能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效果 欸 就可以顯現出來了 可能 來個波甲之類的吧 那我這邊 稍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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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個 U專代替一下吧 那U專 我記得應該是 欸不是這個 是二技能 我們就稍微 稍微 稍微 去觸發一下這個天井直星的效果 那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我們沒什麼傷害 所以說我們砍下去也沒什麼效果 那丟出去之後呢 欸 開始墊嘛 開始墊嘛 那大家看他怪身上的墊開始疊 開始疊 欸一直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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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這個 欸 他他剛剛 他剛剛 他剛剛是不是 指揮官 這是 這是一個bug嗎 蛤 欸 指揮官的時候 進戰盧然沒有效果 啊怎麼 啊哈 啊 好吧 雖然我原本不是想要展示這個bug 但是既然意外都發現了 那好吧 那就這樣吧 好 那麼 總之大家看他這個也是疊嘛 然後我們如果有 去給他撥甲的話 讓大家看 他這個墊的傷害呢 就會 開始疊起來 雖然說這個30幾的時候 傷害40幾是這樣啦 不過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 隨著墊的層數越來越高的話 傷害也是越來越痛啊 那我們如果再加入進去砍的話 那 甚至說我們剛剛其實他可以 平均每一隻怪陣上都可以有 一百多層的那個傷害 那當然也是會更痛就是了啦 好啦 那這個 武器說真的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娛樂流啦 那 除非說真的 你如果真的要拿去打傷害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另外一套就是了 不過另外一套傷害雖然說 比較痛一些 但是他的這個 控場能力啊還是什麼的 他其實就沒有到這麼的好喔 那這邊的話 也稍微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控制效果 控制效果其實也算是蠻可怕的啦 給大家看他可以一直給怪又電又爆炸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卡在原地 剛開槍就被爆炸給失衡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說 這一個武器是我們定點的守護者的原因啦 那主要原因是怪想開槍 他被電 那怪就算開槍了 他也被我們爆炸元素的影響射不準 呃... 雖然說還是有機會射得準就是了啦 那麼基本上 我們只要再打這個移動防禦啊 還是什麼的話 戴上這一把天頂之星 只要丟出去 我們基本上就不用怕了 呵呵呵 除非有作業者 有作業者來的話 我們再掏出我們的手槍 還是其他武器來想辦法就是了 那基本上大家會看到 他控場能力真的強喔 怪根本都動不了喔 頂多就是 動動動動動動動 就射兩發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好啦 那麼 這一個武器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 這個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我有什麼新的影片 我才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 如果還有什麼小看的 Warframe的武器啊 或是正甲啊 或是打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來把他排入我 拍影片的行程裡面這個樣子 那麼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欸 我要上去 讓我上去 掰掰 我們來很棒吧 我們來看